银双认输了 伴随着他这认输的话一出口 他就整个看台上做观战的人 先是足足沉默了三十秒 之后彻底就爆炸了 银双居然认输了 红的里赢了 红的里赢了 是啊 厉害呀 我之前以为这个团队能支持两分钟都是奇迹了 没想到最后能赢 天哪 这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红的里的这个团队厉害啊 那个牛头人的防御简直是无了敌了 银双那么强大的攻击都能挡下来 做人全部站起来了 对着身在场内的红的里 爆炎无比热烈的掌声 同时不断的高呼红的里红的里 你是最棒的 此时的红的里在他们的心中就是英雄 红星宇那叫一个爽啊 大力这一战打得漂亮 漂亮到几点 贝铭轩的这会儿脸儿黑的跟煤炭似的 红星宇是黑黑笑着看向贝铭轩 哎呀 哎呀你的那些钱我就不客气了 这还有人主动给送钱 好啊好啊好啊 这种感觉不错呀 可不是吗 还躲我家大力会输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花儿灵没花眼笑的 这边看着场内的红的里边笑道 咱家这小乖乖啊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这指挥的好 团队好指挥的也好 这老夫妻俩确实是真高兴啊 甚至比他们自己参赛赢了都要高兴 红的里这一仗打得漂亮 要知道这个团队随便一个人拿出来 都绝对扛不住银双的几秒的攻击 可是就是这么一群人 在大家看来不过是乌合之众的人 居然是能够取得胜利 就这样的战果 简直就不是人们可以想象的到的 而被明轩辞实 就非常的郁闷 本来以他的眼光来看 银双获得胜利那就是铁板上钉钉的事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这么主动的上门跟红星鱼赌 可是谁能想到 银双巨人输了 而且还输得这么彻底 这也损失点钱吧 这是小事 关键是面对红的里 他现在是真的没了信心了 这个红的里实在是太诡异了 身边能人意识 好像层出不穷 随便一个拿出来 都可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威力 这个红的里 以后必须重点关注 朱允周是看着场中的红的里 这拳头捏得紧紧的 声音阴震 再叫他这么成长下去 以后会非常麻烦 他这担心不是说没有道理 红的里到这边才多长时间呢 一开始 在贝明玄和朱允周面前还脆弱的 只能是依靠家族的护卫的小角色 结果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家伙居然随便拉个团队出来 就会战胜 凶界天才战的第一名 银霜 就这样的成长速度 叫他怎么可能会不害怕 红的里 我非杀他不可 北明宣是狠狠咬牙 老朱 只等你决斗一胜利 我第一个就要铲除的是红的里 后面咱们只能联手 只能等你决斗了 这红的里太强了 这次 北明宣是真的动了杀机了 而坐在朱允周后面的朱宁宇 看着红的里 却是神色复杂 他后悔了 他这次是真后悔了 红的里受万人敬仰 而他却失去了任何的机会 红的里的强大或许 已经远远超过于他的想象 如果说当初 他没有瞧不起红的里 如果他答应嫁给红的里的话 那么或许现在 就是另外一番局面 只可惜啊 一切没有如果 就看他在另一边 超神圈的院长 佛格斯笑的 跟朵菊花似的 嘴都合不拢了 哎呀 看来还是咱们大力更厉害呀 星界天台战 第一名 应该是咱们圣龙星界了吧 这时候 谁敢说半个不字啊 周围其他星界那些导师 一起点头 对对对对 你们才是第一 也不行 也不行啊 佛格斯是笑呵呵的 表面上是谦虚 可是这话里头的骄傲 傻子都能听得出来 哎呀 还是大力这孩子运气好 弄出来这么一个团队 厉害 厉害 这个团队的这些人呢 我打算都召进学员里 这个 专门给他们再开一个班 那 哈哈哈哈 一众导师满眼都是羡慕 他们怎么就挖不到 这样的人才呢 看到了吧 看台上 空是轻声的 跟着游牧民说道 这个洪特丽就是这么神奇啊 这个团队 据我刚才问的 其实不过就是 他随便买了一群奴隶 完全是拿药砸出来的属性 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就是菜鸟 结果你也看到了 却连银双都只能认输 确实 游牧民现在是彻底的服劫了 这个洪特丽还真是敢花钱啊 就这么一支团队 堆药的话 那起码得上百亿吧 还有那装备 恐怖啊 是啊 简直出乎了我的想象 空是想了想 之后问道 我以后打算跟他混了 你呢 有什么想法没有 一样 等出去的 跟他混 或许可以对我帮助很大 游牧民是点头赞同 战场上 这洪特丽慢吞吞的 从这个太师椅上站起来 唐母亲是当即把这披风 给他披上 那模样 就好像是一刚结婚的小媳妇 嘿嘿嘿 嗯 银爽啊 洪特丽是走到银爽面前 就看着 躺在地上的前星界第一天在 第一名 笑道 哎呀 你说你非要跟我打个什么劲啊 我是个败家子 花钱败家 那是我强项 看到这些人没 都是我买回来的奴隶 嗯 给他们砸药 就花了一百多亿的零药 装备什么的也得几十个亿吧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败家子 你跟我打什么呀 我输了 躺在地上 银霜是看着洪特丽 无奈的摇摇头 连 连你的奴隶团队我都打不过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这一次的 天才占第一名 不过洪特丽 我有一个请求 无论如何 你也要答应 哎 不是 这家伙居然有请求 这能有什么事啊 你该不会是想叫我亲自跟你动手吧 不不不不 不可能啊 你想都没想 我这人能花钱解决的事 坚决不动手 红了里脑袋 那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是 你误会了 银霜是缓缓的坐了起来 看着远处的谷飞飞 说道 是这样 我 我想挑战谷飞飞 然后 这是我这次来这边 最大的愿望 还希望你一定要答应 我去 你挑战谷飞飞 来请求我干什么 那又不是我媳妇 你要挑战他 你自己亲自去问啊 红的里是臭了臭鼻子 我又不是他老公 他答不答应 我怎么做得了主 不过 话说回来 我要是他老公吧 我就直接揍你了 怎么可能 会叫你碰我老婆呢 他这说的乱七八糟的 说了一顿 不过 至少意思是表达明白了 你要挑战 你去问他 我这是没什么意见 就看他答不答应你了 明白了 听了洪在里的话 银霜是猛的站起来 也顾不得身上这衣服 破烦烂烂啊 直接冲着谷飞飞冲去 很快到了地方 银霜是看着谷飞飞 严肃的说道 谷飞飞 我要挑战你 请你务必要答应 听到银霜的话 周围人全部愣了一下 不这银霜怎么回事啊 怎么就这么坚持 一定要挑战谷飞飞呢 你有病啊 谷飞飞是没好事的说道 你要是欠揍 你去找洪的力去 我懒得动手 不 请你一定要答应我 银霜是没有丝毫的气馁 自从三年前 我无意中看到你在一个 无人星上面修炼 那时候我就知道 你是我毕生要追求追赶的目标 无论如何 我也要挑战你一次 来看看我们之间到底 有多大的差距 三年前 什么节奏 这是什么节奏 你三年前发生什么了 这时候洪的力走了回来 看着银霜 之后又看着谷飞飞 飞飞啊 三年前你到底干了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 就他这么念念不忘的 你跟我说说呗 听洪的力这么一说 所有人的八卦之魂 全部是熊熊燃烧起来 这三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那次啊 谷飞飞的表情是有点郁闷 那一次我是听说 有星际海盗 抢了不少灵药 然后就去黑市黑 话说那次你也在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靠 星际海盗呗 这谷飞飞 捐是去黑市黑 一瞬间 众人看她的眼神 全部是无比的崇拜 敢去找星际海盗的麻烦 这不是一般人 能干出来的事啊 不愧是工人的大街头 牛逼 那可是星际中 非常有名的 星空海贼团 这团场的势力 可是星与巅峰级的 银双着看着 谷飞飞的眼神 已经近乎于崇拜 结果在你手下 居然是坚持了 没有五分钟 那次我也是发现了 他们跟着 到了一个无人星上 只不过 我没敢动手 用了一个秘法 隐藏了身形而已 这下大家是知道了 简单来说 就是银双那手 实力不是很强 没敢出手 结果就看到谷飞飞 单枪匹马 牛逼轰轰的 举黑是黑 可以想想 当时的画面 对银双造成了多的震撼 她会这么念念不忘 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聊的坚持 谷飞飞是撇了撇嘴 对银双的想法 表示了充分的鄙视 当然 最后还是答应了 好吧 既然你非得找揍 那也别怪我了 说着往前走了两步 看着银双说道 你回飞一下吧 不然 没法打 谷飞飞是答应了 谷飞飞居然答应了 明白 明白 这个 银双愣了一下 之后满脸的兴奋 直接冲着天上大喊 佛克斯院长 我请求挑战谷飞 请恢复的伤势 这上面看台上的人们 一听到银双这会儿 顿时面面相去啊 要说银双挑战 红子李还算说得过去 可是 他却说挑战谷飞飞 谷飞飞是超神学 公认的大戒头 不假 可是 他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以至于银双都能够挑战 他都这么兴奋吗 这个谷飞飞 我就知道 他是超神学的大戒头 可是也没怎么听说 他太强啊 是啊 这个银双可是有接近三大家族 组长的实力 就算差一点 也不差太多 他居然主动挑战谷飞飞 还这么兴奋 有古怪 绝对是有古怪 这个谷飞飞到底是有多强啊 嗯 别说了 我我我 我劝你别说了 看看就知道 我有预感 今儿晚上的结果 出货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另一边 这红星雨时 看着场内的谷飞飞 没头是微肘 难难道 老太太 你说这谷飞飞的真正实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为什么总感觉 他的实力极其强大 那种感觉 我只有以前在 星界联盟那边 遇到的人身上才有 我也感觉到了 花儿月灵时点了点头 确实 这谷飞飞身上的秘密太多 最近几年 没人敢去惹他 原本我以为 他的实力会比你差甚一点 不过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 最关键的是 他的能力 从来没有使用过 但是肯定有 嗯 看看吧 看看这个谷飞飞 能力到底是什么 谷飞飞 请你一定 一定要认真一点 一道金色光芒 照在银霜身上 银霜很快 恢复到了最佳的状态 她是看着谷飞飞 深深的 歇了一口气 面对任何人 这个银霜都敢一战 甚至就算是三大家族的组长 她都有信心 哪怕打不过跑 这总是没问题的 但是面对这个谷飞飞呢 她没有半点把握 知道了 你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银霜是向后退去 拉开距离 漫天的血雾再次出现 领域 这是领域力量 面对谷飞飞 这银霜一上来就使出了全部的实力 这没办法 谷飞飞之前给她的震撼 实在是太大 不全力以赴 觉得会死得很快 很惨 领域挺不错 谷飞飞是笑了笑 这猛然之间 在她身体周围 也出现了一片白光 那一片白光非常的柔和 照射在人的身上 没有任何的感觉 可是就在白光中间的 谷飞飞 这身形居然猛的耍 是瘦了下来 她本来长的吧 就是极其漂亮 这唯一叫人不敢接近的原因就是 她体型实在是太胖了 可是谁能想到 她这领域一展开 身材瞬间就变了 好嘛 绝对的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 胸打 翘臀 身高 腿长 尤其是她接近一米九的身高 看上去 无比的帅气 又带着淡淡的 妩媚 给人的冲击力 实在是太猛了 哇哦 唐沐欣的两只眼睛 都变成新型了 不停的掐着红的里的胳膊 菲菲姐好漂亮啊 之前没感觉出来 她这一变身 简直就是完美的大美女啊 那身材 大力 你说是不是啊 你妹啊 这么玩命恰我 你说我回答是还是不是啊 领域 这个古菲菲居然也有领域 看台上 人们是纷纷的惊呼 天呐 这个古菲菲居 强到这样的地步了吗 她不是天选者吧 不是天选者 也能修炼出领域吗 谁知道呢 我就说这个古菲菲不一般 现在看来确实很强大啊 领域都有 那她的能力 肯定也很强大啊 人人都在惊叹 而面对古菲菲的银双 却是感到了 无比巨大的压力 她也会领域 所以说 对于领域的了解 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古菲菲只是释放出领域那一刹呢 银双就知道 古菲菲的领域远比自己的强大 双方的领域逐渐接近 碰撞进来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银双的领域进入到古菲菲的领域之中 居然什么都没发生 银双固然是的 没有对古菲菲造成任何的伤害 而古菲菲的领域好像也没什么效果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还没动手吗 不少人都非常好奇 按说领域对决领域 一段碰撞那天就是天崩地裂 可是此时看脸之间 好像是很平和的样子 这就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血色领域确实有点意思 古菲菲呢 淡淡的说了一句 随后深血耍 猛的消失在了领域之后 随后 战场上面的两方领域 猛的是扭曲起来 先是古菲菲的这个白光领域 开始逐渐压制银双的血色领域 慢慢蚕食 血色领域的范围 几乎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不断的缩小 最终彻底消失 银双的本体也终于是在此的显示出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古菲菲 你的领域力量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领域会消失的 其实吧 我的领域挺简单的 古菲菲这重新变回了之前 那个胖胖的模样 甚至还打了一宝格 我的领域本身没有什么攻击性 不过却可以吃掉别人的领域 而且还挺补的 感觉不错 这古菲菲身上 绝对是有大秘密 一时间啊 所有人全部是彻底呆住了 古菲菲的领域 居然是可以吃掉别人的领域 这样的领域效果 简直就是 闻所未闻啊 没有了领域的 银双 那这实力比起有牧名类 也不强太多 这还怎么打 果然厉害 银双是猛的笑了笑 也好 那 那既然这样 既然相当于没有领域 那咱们就来真正的拼一下 银双说着 当即哗的 冲上前去 迅猛的速度 带起呼啸的气流 声势极其浩大 就这眨眼之间 银双这冲到了古菲菲面前 一群砸下 呼 就他这一拳的威力 极大 要知道 诺卡的那块盾牌 当初被他一拳 砸了一个拳印出来 就这一拳 要是打实了在身体上 怕是当场就得丧失战斗力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古菲菲呢 只是很简单的 举起手挡了一下 发出一声轰然的爆响 然后战斗就结束了 最后人 全部都站了起来 就连红的力 也是伸长了脖子 瞪大了眼睛 每一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因为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 在这个宇宙间居然会有这么诡异的能力 红星雨没想到 花儿灵也没想到 北明轩没想到 朱运舟还是没想到 所有人 全部都站起来 就连红的脸 也是伸长了脖子 瞪大了眼睛 每一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 因为没有人能够想到 在这个空间 居然会有这么诡异的能力 红星雨没想到 花儿灵也没想到 贝明轩没想到 朱运舟也是没想到 要知道 在人们的认知中 元素类 比方说金木水火土风雷之类的能力 是人们常识之中 威力最强大的一类 或许有更强的能力 就比方说 这个红星雨的像素混石 可以把接触到的东西变成像素分解掉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个古飞飞的能力居然会 诡异强大到这个地步 他的能力实际上跟他的领域差不多 伤害力并不算很大 可是效果却是非常无敌 因为跟他全掌相交的银霜此时 居然变成了一个肉球 一个巨大的肉球 一个身体 足足比之前胖了将近十倍的肉球 就那肉球啊 大腿足足就一米的直径 看上去就好像是三个肉球 叠到一起似的 那身体就不用说了 腰的直径几乎是一米五以上 两条胳膊下垂都已经做不到了 厚厚的脂肪 对着 只能是平身在身体两色 那脖子甭说了 早就看不到了 就这胸脖肉 至少得有G招备一伤 G 讨厌 G 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能力啊 能将一个原本身材堪称完美的人 瞬间变成一个恐怖的胖子 这你妈身材变成这样还怎么打 这 这 这 银霜是汗如雨下 这全场所有人全部都是汗如雨下 银霜足足愣了有十多秒钟 最后这才打声叫道 你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胖胖昏食 古飞飞是耸了耸肩膀 可以把控制接触的一切东西的胖瘦 都变成胖的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啊 说着 那忽然之间 又变成了之前那副无比漂亮 绝对魔鬼身材的模样 然后瞬间又变了回来 只能控制横向 控制不了纵向 嗯 咱们还继续打吗 听了古飞飞的话 全场所有人全部倒出我一口凉气啊 胖胖浑食 我的天哪 这你妈诡异的能力打个屁啊 你看看银霜现在的状态 腿都伸不开 能站着已经很不错了 有没有 我认说 这没法拿 这银霜是无比郁闷的 又认输了一次 领域被吃 身体被弄成这样 这还打什么 赶紧把我变回去 这简直是噩梦一样的体型啊 他说着 还伸了一下腿 这没办法 没卖出去 然后瞬间就跟胖子 一个肉球似的身体 轰人倒下 你别说继续战斗了 能站着是个奇迹 看到刚才没 伸个腿都不行 这再打下去 就只能是肉把子 对方想怎么打他 就怎么打他 你别说古飞飞了 你就随便来一人 都能把他揍死 好吧 那咱们之间的对决 就算结束了 古飞飞着走上前去 啪 拍了银霜一下 耍一耍 银霜终于变回了 之前的状态 这绝对是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 银霜是泪流满面的 还是个瘦子好 银霜又败了一次 而且这一次败的 无比的干脆 这下 任何人都不敢再怀疑 红德里团队的实力了 人们的想法 已经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们甚至认为 红德里没参加后面的 星节天台战第二阶段 这是银霜捡了个大便宜 这倒是真的 哎呀 看来这银霜运气不错呀 要不是红德里没参加第二阶段的 星节天台战 他的这个第一 怕是拿不到手 可不是 这次混了个第一名 哼 这可是相当划算的事了 你甭管怎么样 他起码都是拿过第一名的 现在看来 红德里才是真正的王者归来 哎 话说我现在越来越期待 后面的比试了 嗯 红德里的团队实力这么讲 后面的阵营站 就不知道能怎么样了 人人都在议论红德里的团队 同时也全部对后面的阵营 充满了期待感 佛格斯院长 以至于 就连各大星期的导师 也都是有点迫不及待 麦卡龙是最着急的 这次红德里胜得这么干脆 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要不咱们直接开始 下一轮 他这会儿一出口 其他导师全部 哇点头 这个 佛格斯是摸了摸胡子 对于各大星期的人 都对他这么尊重 还是很爽的 所以他想了一会儿之后 说道 嗯 先不着急 休息一点吧 就算想马上开始 至少也得叫大家好好休息一下 养好精神 这阵营战一打 那可就得十几天 着急 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 你们说呢 他这会儿还是很有道理 众导师同事点头 表示同意 于是佛格斯这就站起身来 宣布 本届天才战彻底结束 大家回去呢 好好休息一天 之后明天开始 就是真正的大规模战役 阵营战的比试 就这网络上面 人人几乎都在讨论 这一次洪德里漂亮的 拿到了星界天才战的话题 我说啊 这洪德里可真是够厉害的 看到没 看到没 随便一个奴隶团队 都能战胜原天才战第一名 这简直不敢想象啊 那个银霜可是绝对不弱的 管不是咋的 这宫德里简直无敌了 你们是不知道 当时现场团队看了 爽到飞起 那牛头人 防御无敌啊 我跟你说 银霜那么强大的攻击 干不到的 嗯 不光是牛头人 防御无敌 他们团队的魔法师 全部都是顺发魔法 他该牛了 顺发魔法师 一团都是 还有那个地镜就那大炸弹的威力啊 简直恐怖啊 就像这儿的议论 满网络都是 红德里几乎是一夜之间 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俗称 网红 这红家庄园之中 你好 你好 我是萨尔玛星界的 德龙萨罗 这次来到这边 是想跟您谈谈生意合作的事 一名英朗的中年男子 一见到华尔玲 赶紧是身手 还请一定要给一个博面 好说 华尔玲是带他进了会客室 此时会客室之内 已经做了好几个人 全部都是各的星界的皇祖 而红家这边 一夜街家主 一夜无忧 这位盟友也赫然在座 就这 德龙萨罗 坐下来之后 看了看周围那些各星界的皇祖 先是打了一招呼 之后 看见华尔玲 好奇的说道 那个华尔玲 不知道家主红老爷子可在啊 谈生意 那尤其是谈跨星界的生意 自然是得家主在上 这不然不大好谈 我家老头闭关去了 华尔玲自然明白 这德龙萨罗的意思 微笑着说道 有什么神医跟我谈就行了 我这把老骨头啊 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有这话就成了 这德龙萨罗 顿时 心神大定 微笑着说道 这样那没问题 我这次来呢 是想跟贵家族研究一下灵药 以及乡亲宝石的贸易问题 他说着 看了看周围那些星界皇祖 补充着说道 当然 我想大家都是知道了 红德里的事 这位小兄弟的实力 简直超乎于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呢 跟圣龙星界合作 绝对是大有前景的事 我想大家自然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的 他这两句话 先表明来意之后 圣赞红德里听起来叫人非常感到舒服 果然 其他那些星界的皇祖 纷纷点头 其中一人是笑道 是啊 圣龙星界出了红德里这么个天才人物 已不是天选者的身份 却拿到了星界天才人的第一名 这件事情我知道之后 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一面叫别人得了先手 结果到了这发现 我还是来的晚了 他这话说的有趣 众人顿时大笑 花月灵啊 最喜欢听的就是大家 夸奖红德里 小乖乖现在 可是他的骄傲 那是正对心思呀 嘴都快合不拢了 瞧你们说的 我家小乖乖呀 就是运气好了一点 哪有哪有 德龙萨罗果断摇头 运气好 能胜得那么干脆吗 那银双可是领悟了领域的 实力强大无比 最后居然还是败了 而且还是败在了 红德里诙谐的奴隶团队手上 哎呀 这可真的是我现在都不敢相信的 花主母 不瞒您说 如果红德里要是愿意转手 这支奴隶军队 我愿意花一千亿 星界笔收下 哇 一千亿 一千亿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二二点抗目 一千亿 一千亿星界笔购买 洛卡他们这个局报大队 这样的开价 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们的价值了 德龙先生说笑了 华尔林是笑着摇摇头 他自然是知道 这德龙萨罗的意思主要是想表示 这支团队的身价而已 所以回到 咱家小乖乖呢 就喜欢败家 花钱 这支奴隶军队 也就是他无聊 弄钱砸出来的 能不能转让 我可不能做主 咱们还是先谈谈生意的事吧 如何 好好好 德龙萨罗 意思达到 见好就收 我的意思是呢 我打算 从贵星界这边 进口我们那边 没有的可汇瓜 古荣果之类 价格呢 就按照市场价 目前大致预算的是按照 2000亿左右 朱姆认为可行 可汇瓜 古荣果这些 这些呢都是圣龙星界的特产灵药 这可汇瓜可以永久提升40点力量 古荣果可以提升30点敏捷 都属于非常不错的灵药 按照这个圣龙星界的市场价 可汇瓜是6万圣龙币 古荣果是5万圣龙币 而这德龙萨罗一开口就是2000亿的定单 这可谓是不小的买卖啊 他一个人的虽然不太多 但是架不住过来 打算谈生意的人多呀 就是这一笔2000亿的生意 红家里 这个红家 只赚20% 那也是400亿 而光这一天谈生意的就十几个星界 后面陆续还会有更多的人来 这么一算起来这一次 红家里拿这个星界天才站第一名 光是金钱方面的收益 就是万亿起步 这要是有其他大买卖 红家这一次 装个两万亿星界币 马马虎虎毫无压力 好说好说好说啊 这花是灵笑的 脸都快乐成花了 有钱大街赚 德龙先生的提议 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话题一打开 众人的都是纷纷的开始谈起生意来 有红家里的这个天才站第一名 在这儿 这些人看好的都是圣龙星界的未来 所以说本着吃点小亏 拉拢关系的原则 一个个开的条件都非常优厚 叫人无法拒绝 另一边 圣龙超神训院这边 红德利的寝室门口 聚集了好大的一群人 这些人几乎都是 全部各大星界的天选者 足足五十几个 他们来这儿 就是打算跟红德利混的 这毕竟是有这个丘罗场的存在 他们不努力 很容易就会被洗刷掉 那损失的可是自己的生命了 那个那个 大家站好了 排队 明白吗 李扬是趾高气扬的 就守在红德利门口 看着面前这些天选者们 说道 少主在睡觉 睡觉的时候 谁都不许打搅 明白不明白 否则少主一生气 你们想跟他混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要少主开心了 你们才能开心 少主要是郁闷了 那大家就都得郁闷 谁都跑不了 以寻天选者 这这起说说点头 明白明白 人群中的空 看着李扬 眼神是无比的热血 他可是知道 这李扬可是红德利手底下的 二号骨腿 尤其是在通过各种渠道 打听出李扬的身份之后 那对红德利更是无比崇拜 空 游慕明是小事的问道 你说这个李扬出身真的是那么低啊 当然 空表示这几天可是没少做功课 红德利身边人他和他全部都仔细的摸过底了 小事回道 这个李扬是最早跟红德利混的 最开始他在什么市里 普通人一个 简单说就是平民 咱们随便一招杀几百万那种 结果呢 打通跟了红德利 苦事一点没吃过 一路上顺风顺水 而且这实力啊 也是跳跃式的增长 从他进入行星级到现在的星宇三级能力觉醒 加起来也才一年多的时间 咱们一年的时间实力才提升多少 有这么恐怖 游牧明是彻底惊呆了 一年呢 一年的时间 从普通贫民啊 提升到星宇三级能力觉醒 这尼玛简直做梦一般的速度啊 就算是他 这一年的时间实力也没提升多少啊 跟大力混 必须得跟他混 游牧明是狠狠一咬牙 这一次的机会 说什么也得抓住 于是 就在他下定决心的时候 李扬忽然是面色一息 大声说道 大家都安静啊 排好队 少主请啊 都不要紧 不要吵 接下来谁有这个缘分 能成为少主的狗腿子啊 那就得看少主的心情啊 都听明白了吗 李扬这话 可以说的是相当无理 可是此时下面那些天选者们不这么想 在他们想法里头 没有两把刷子的人 谁敢这么狂啊 就是因为有真本事 所以说话才这么硬气 你换一个实力不行的来 说这话试试 分分钟打出去拖死 所以在场的一的群天选者们 全部都是老老实实的站好 敲手一喷 就等着洪德里出来了 啊 睡得挺爽 秦师大门打开 洪德里是打着哈欠走了出来 一看到门口这么多人 顿时愣了一下 奇怪的说道 哎 怎么这么多人呢 还都站得这么整齐 你们这是打算干嘛 排队打饭呢 嗯 按照他看到的目前这些人的状态 这要是一人一个饭盆 那就是标准的食堂打饭的画面 嘿嘿 少主 李扬是赶紧迎了上来 此时他看着洪德里的眼神 也很不一样 人们一般管这种感觉叫做暧昧 少主 您休息好了 古飞飞小姐还没醒吗 哎呀少主 您可是要注意身体呀 古飞飞变瘦那一瞬间 确实给李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画面确实太美 瘦下来的古飞飞 比起理念未来毫不逊色 所以说李扬觉得这俩人同居吧 有点 你懂得 啊嘞 这跟飞飞有啥关系啊 洪德里这一根筋的家伙 一点都没听出来 李扬这话里头的意思 只是问道哎对了 这帮家伙干什么的 啊是这样 李扬是赶紧给洪德里解释 他们都觉得跟少主您混 吃相喝了 所以这不就来排队等候了吗 希望您心情好条 收他们当狗腿子 跟在您的身边 嗯 这话要是传出去 估计那些兴计的学们全部都得吓死 手下一个群天选者狗腿子 那画面 出门 绝对拉风到飞起啊有没有 哎呀 狗腿子呀 洪德里是摸了摸下巴 可是我现在不缺狗腿子呀 只有你们几个就差不多了 要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不好 他不想收狗腿子 这怎么得了 空是第一个冲上前来 也学着李扬 哪一样 管红那里叫少主 少主 请您物表拉兄弟们一把 兄弟们压力大呀 这天选者表面风光 可是上面 有修罗场镇压的 一旦进入修罗场 那就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这其他的都得死 咱们在这儿 现在动手 没人愿意 不过 也没人想被别人拉起太多 至少总得也有希望是吧 所以 这不就 来找少主你了吗 希望说能带着咱们 叫咱们实力提高一些 等到了这个修罗场 到时候是死是活 一切全凭本事 死了也怪不得别人 他这话说的很诚恳 那意思就是 咱们现在是拼了命的 提高实力 红的里和古飞飞 不是天选者 没有什么竞争的理由 可上面 还有银霜呢 这实力差距太大 将来就只能等死 哎呀 这个什么 破修罗场说的 确实有点吓人 洪特利本身呢 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一听空说 可怜 确实有点动心了 哎 那这样吧 明天不是说要弄 那个什么 阵营战吗 到时候你们就跟我一个主意 行不行 咱们试试 我跟少主一个阵营 那可是相当不错的机会啊 顿时这些天选者们 全部都兴奋起来 可是很明显 这一次 一共是来了62名天选者 这儿就50多人 不可能全部跟红的里一个阵营 所以空是为难的说道 少主 这阵营战 咱们这些人 怕是要分成两批 跟您在一起 固然是容易一点 那 可是其他人怎么办呢 这倒不是说为了别人着想 关键是空 也怕自己不能跟红的里一做 所以话不能说得太死 嗯 其他的 看表现呗 对吧 这 总得表现优秀的才行 我收狗腿子 可不是乱收的 红的里如实说道 我 你瞧瞧人家 啊 你瞧瞧人家 就是这么牛逼 收狗腿子 那还得看表现才行 好 就这么定了 一帮的游牧民 兴奋的火 捏了捏拳头 到时候 我保证不叫少主 是吧 少主 还请尽量多多帮忙 啊 都回去吧 明天比赛开始了再说 李洋 咱们出去转转 活动活动 红的里是长长的身体一揽腰 嘿嘿 好嘞少主 您这边先走着 李洋是跟在这个洪的里身后 那这一分耀武扬威啊 只留下了一路充满羡慕嫉恨的眼神 跟少主混 就是什么酸爽 这网络上 无数的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 接下来即将举行的阵营战上头 这阵营战比的是双方之间的战术配合 兵团作战 从这些天才之中 这个挖掘出军事人才进行培养 将来外面战争开启 可不是想单挑 就单挑的机会 尤其是外面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 战术尤其重要 那个阶段 铺天盖地的敌人 就一场战争动不动 就是几百万 几千万兵力的投入 这种情况 你想单挑 门都没有 明天就要阵营战了 兄弟们 你们觉得洪的里这一次 能赢吗 哎呀 不好说呀 阵营战跟天才人 那可是不一样的 那可是真正的大兵团作战 这局部战斗吧 随便都得几百人 而且能力的效果 会进一步压缩 这些战斗主要体现的 就是兵团战术 这得看战术天才 是啊 双方每十万兵力 死后居然可以复活 可是死一次 就扣到一点兵力 尤其是这里面都是天才 就怕到时候吧 不停安排擅自行动 那就没法打 不停安排 我觉得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毕竟不出意外的话 洪的里这边就是洪的里指挥 对手应该就是银霜了 这俩都是绝世天才 虽然洪的里之前表现好一些 可是兵团作战 谁知道能怎么样呢 就这样的议论 可以说铺丁盖地 信了整个圣龙兴舍坐的人 人们全部都在期待着 接下来的兴解阵营战 期待着洪的里和银霜 在这场阵营中 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 这时间匆匆很快 到了第二天 超神宣大广场上头 这院长福克斯呀 站在讲台上 就看着下面 熙熙攘攘的人头 大声说道 好了 那么接下来是本次论武大会的第二个项目 星界阵营战 接下来 他就开始讲解这个 星界阵营战的比赛规则 星界阵营战 有本次的1062名成员 分成人数相等的两支队伍 一方为我方 另一方 这个外形将自动变成妖族外形 每一方的增援数都是10万 个人的实力会微微压缩 能力者的能力效果也会压缩 也就是说呢 这阵营战比的是战术 单体战斗力 不会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因素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阵营战比的是双方的主要的战术 团队的配合 个人能力是虽然重要 但是那不起决定因素 虚拟世界自动生成地形 双方各有一位最强的领袖 妖族一方为妖王 人类一方为一位巨龙之王 在场地之内 还有各种中立军团 可以辅助战斗 所以大家进入战场之后 我的个人建议是 先熟悉地形 争取到更多的盟军 这样对战斗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下面众人纷纷点头 对对对 这说的没错啊 总的来说 这就是在模拟小规模的外面战争 就这个 外面战争开启之后吧 一般来说会有数个甚至数十个外面参加战斗 不过再如何战斗 大体上也是只分为两个阵营 简单来说 一个是攻防 一个是守防 而这个时候 争取到盟军加入几方就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 外面战争虽然会出现无数的大能参战 但是在初期呢 在战场大多数是集中在星球之上 毕竟能在宇宙星空之中战斗的个体 还是少数 而且那样的战斗一般都是发生在中后期 所以说 这星界阵营战模拟的是外面战争的初期 那这样的场景模拟就很正常了 解说完了战斗规则 佛格斯是看了看全场的各位学员 随后一挥手 好了 大家呢 这就进入虚拟世界 准备按照系统的分组进行战斗 听到佛格斯宣布比赛即将开始 所有人 全部都是飞回到了自己的飞船 进入到虚拟世界 洪德力的寝室之内 但丽 这次阵营战有什么计划没有 古飞飞是戴好了全膝头盔 问着洪德力 到里面打算当一死总指挥 还进去再说 洪德力倒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要是能当总指挥也不错 指挥一个兵团很过瘾的 然后 他就露出了狐狸一把 不过我觉得 先看看风景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走到哪都忘不了玩 这才是咱们败家子的风格 于是 这就进入虚拟世界 出乎意料的 洪德力一进入虚拟世界 就感觉自己好像有点 不得对劲 等找到镜子照了一下之后 洪德力顿时动大脸就 此时他 一身的黑色风衣 头上戴着黑色礼帽 一身黑色西装的 脚上黑皮鞋 这些都正常 可是不正常的事 他居然变成了狼脑袋 一只狼的脑袋 你嘛 老子这算是披着人披的狼吗 洪德力觉得现在自己 或许有一个更为贴切的词语 叫做 衣冠禽兽 嗯 非常形象 老子终于化身为 越野狼人了 哦 但丽 你这样子 真快哈 一旁的一名 极为妩媚的妖族少女 靠在洪德力身边笑道 这么看来 其实你变成狼人 也还是挺帅的嘛 哼 这些狐独少女身高 大约是 一米六五左右 非常可爱 身后的这个白茸茸的尾巴 还在那摇摇摇很萌的样子 自然就是洪德力的未婚妻 唐沐欣变的 哎呀 谢谢 你这样子也很可爱啊 洪德力是黑黑笑着 闻她大尾巴一下 嗯 感觉挺不错的 蛮软的嘛 哎对了 念薇姐在哪 少主 我在这呢 李念薇缓缓走过来 她这样子 是暴族的大姐姐 绝对的身高 妖喜推长 脸上还带着一点黑色的斑纹 看起来我 无比野性 而胸脯上那对 高损的馒头 哪只事业嫌 绝对吸引人呢 哎呀 嗯 念薇姐也好漂亮 这个样子还真挺不错的 这时候 江千雪和张仪也走过来 江千雪是猫族少女 一身白色的容貌 冷艳灵活 张仪呢 则是直接恢复了杀人风的模样 这妖族也是有昆虫的嘛 四大美女站在一起 就算是 变成妖狐族的模样 也还是那么漂亮 至于这股飞飞啊 他这种族就有意思了 这家伙 直接变成了熊族 就看他身材 看他体型 好嘛 看他霸气 恐怖啊 好了 大家集合 既然已经进了战场 第一步 暂时先集合 很快 所有人全部都聚集过来 圣龙学院的各位学员 全部都变成了各种种族 大家互相看着对方的模样 嘻嘻哈哈的笑成了一团 有拉尾巴的 有拽毛的 有刺牙的 也有实验爪子的 反正干啥都有吧 其他兴建那些学员们 这个 现在基本上也都是适应完了 自己的这个种族 大家是互相看着对方的模样 尤其是那些天选者们 看到自己跟洪德利一个团队 更是紧张 这可是决定自己 能不能当上狗腿子的考验呢 很快 集合完毕 洪德利是四处看了看 阵营战嘛 自然是要先熟悉自己的大本营 另外 不是说还有首领的吗 总得先去看看 他们集合的位置 是大本营的一片广场之中 两旁是各种战争物资器械 这后面 则是一个巨大的堡垒 估计这妖族的首领 就应该是在那 狗腿子们 咱们先走着 先去看看首领再说 从那里啪打了一响指 车子在这大不对 呼啦啦的往这堡垒里面走 这个阵营 足足是有5031人 也不算是小规模了 放眼看去全是人头 众人是呼啦啦一片 涌进了堡垒里头 就这堡垒的大门 足足是有20多米高 一进门 红的里就看到了一个 无比熟悉的脑袋 你嘛 这不是咱妖族保家利尔吗 他怎么跑这来了 喂 你不觉得咱俩很面熟吗 啊 红的里是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看着妖王 你咋跑这来了 事先也不打成招呼 他本来算是开一玩笑 却不讲 这妖王是猛地咆哮起来 咋兵 你居然敢如此于本王说话 信不信本王直接把你剁罪了 喂狗 臭疯呢 啊 不过很快红得力反应过来了 近来之前院长福克斯说过 妖族这边是妖王 人类那边是巨龙之王 这么看来 眼前的这妖王应该就是之前 在万年战争中 跟这个阎龙之王同归于尽的那个 那人类这一方的应该也是 严龙之王了吧 哦 既然是这俩老家伙是首领 那就有意思了 对于妖王的实力 红的里可是真正见识过的 这老家伙 当时还只是一个大脑袋的 光是残魂 一声怒口 就把整个炼身员里面所有的人 还有巨龙全部都震晕 如今他来这当首领 就算实力被压缩不少 估计也不能太差 好了 那既然看到老大了 咱们就先出去吧 红的里 这就带人出去 等重新回到广场上面 红的里 这就开始安排人 这样 适合当赤猴的都出来吧 咱们得去先去侦查些地形 哦 咱们总得有地形记录仪吧 不然没地图到时没法打呀 地形记录仪 在这种考验 战术的战场上面 非常重要 有倒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 目前双方对等 人和问题也不大 红的里好歹也是 这干躺了 银双的牛逼人物 他的话 谁敢不听 所以现在就是差地利了 在这种战场里面 谁能更好地了解地图 谁能更好地抓住 胜利的机会 其实对于胜负吧 红的里 倒是没放在心上 他本来就没想过赢 问题是他可是听说 赢了的 是要前往星界联盟去进行 军事战术培训 相当于深造 这你妈怎么可以 老子是败家子 老子才不要去深造呢 败家 花钱这才是咱的主意 去那边深造 一大群人盯着 怎么受得了 所以嘛 红的里是准备要输的 但是放水归放水 那是偷偷进行 可不能叫人发掘的 那就不好了 地图你都不探 放水也没这么放的 对吧 我带人去吧 空很幸运 跟红的里 分在了一个团队里头 这时候自然就是表现自己 好时候了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站起来 保证 可以把探到的地图 全部都探开 不会有任何遗漏 嗯 有人带头就好玩了 红的里当几点头 去吧 咱们呢 就在这等着 反正对面也肯定是 先一步 打电先休息 好 那我们这就去了 空这一次 直接召集了大约 一百多人 众人这就出发了 每人是选择了一个方向 打开了地图探测仪 开始查看地图 而就在红的里等人 待着的这个广场中央 一个巨大的地形投影装置 抓 漂浮出来 在这上面 开始浮现出了空等人 查探到的各种地形 嗯 这战场可不小啊 红的里是摸着下巴 看着那地图投影 说道 咱们是处于地图的下方 最下面 是现在咱们待的这个地基堡垒 再往前 又去 这是复活点吗 也就是属于战场中的增援点 战场 因为是十万增援点数 所以人死了 是可以复活的 那既然可以复活 那自然就需要复活点 所以说整个战场上面 复活点是有不少的 而就在那复活点下面 还有一行小字 增援处可以争夺 意思就是 复活点是可以抢夺的 要是把这地方的复活点 抢下来 就可以变成自己的复活点 此时 地图继续开拓 再往上面 就是弯弯曲曲的道路 还有不少的山丘 树木 巨石之类 继续往前 在这地图的中央位置 是一片大冰原 这个冰原的左上方 是一座大约百米左右高的小山 这小山上 有一处中立的复活点 在这小山的右上方 是一片人类的堡垒 右下方 则是一处妖族这边的营寨 距离双方的堡垒营寨附近 还有些矿洞 周围还有不少的动物 比方说这个冰原狼 冰原路之类的 整个战场的地形 相对就比较复杂 不过 整体来说 双方的资源 复活点之类 几乎是对等的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距 既然已经是把这地形 摸了一个大盖 红德里 这就开始跟众人分组 好了哈 大家都听一下 瞬间 全场安静下来 红德里是看着 那一个个儿 看着 看自己跟神一样的 看着自己的这个 歌星界学员 顿时感觉 压力山大呀 哎呀 你们不要这么看我嘛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嘿嘿 这要是到最后 万一赢不了 那不是很丢人呢 这下面众人是更期待的 这一次就是说 基本输不了对吗 大力哥 我知道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一定会带我们 走向胜利 大力哥万岁 可不是吗 大力哥 就是墙里 刚才他说什么来着 万一输了会怎么办 你们都听听 输了那都得是万一 一万分之一的机会 才能输啊 大力哥无敌 大力哥万岁 你妈 这帮家伙的神经 到底是什么做的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呀 混蛋 大家静一静 来静一静 洪大力是瀑布喊 我的意思是呢 战争不是个人的战斗 谁不能保证一定赢 咱们可以尽自己 最大努力吗 那必须的 下面众人又开始高呼 大家听到了吗 只要大家努力 咱们就一定赢 要是大家不努力 那大力哥 可就不敢保证能赢了 努力 必须努力 拼命吧兄弟们 大力哥会带我们 走向胜利的 你妹呀 你没有理解错误了呀 混蛋 洪大力是欲哭无泪 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呀 他本来是准备输的 这要是赢了 搞不好会惊动 星界联盟的人 那时候自己会被抓走 抓到星界联盟军校里面身造 那还败个屁的家呀 不不不 不是不是 洪大力是怒了 我的意思是呢 大家做好可能会输的准备 毕竟对方也不是软狮子 随便捏的 都明白没有 那必须的 中国人是再次高呼 战斗嘛 这本来就是胜负之间 只要大家拼命 大力哥一定会带我们赢的 算了 换一换一话题吧 红的那是一把捂住脸 行 咱们不说这个了 咱们这一共是5031人 目前31名天选者 作为突击小分队 剩下的5000人呢 没500万人 唯一一个小组 自己寻找自己合适的小组成员 不要着急 慢慢来就行 既然是这个兵团作战 分成一个个小队 执行不同的任务 自然是必须的 很快 5000人分成了10个小队 每队500人左右 红的力给这10个小队 每人派了一个队长 其实也挺简单 不是有酒的狗腿吗 再加上泡妞男 陆西法 齐活 分好了小队 接下来 就是安排各小队的任务 红的力这就开始安排 各自的任务 那个小一姐 你带第一小队 在咱们最外面的富货点 建筑堡垒 哦对了 咱们人里头有火系的能力吗 这时候 一个不知道 从什么星级的学员 站了出来 大力哥 我是火系能力 不过实力不强 不知道行不行 能烧矿石就行 红的力表示 那都不是事 就你了 以后你的代号 就叫做矿工 然后他又喊 那什么 来几个利息大的 咱们还需要几个打铁的 造堡垒吗 铁匠是必须的 于是 有好几个 一看就是力量型的猛男 站了出来 红的力是分别给了编号 打铁一号 打铁二号 打铁三号 一直到打铁二十二号 这烧矿石的打铁的都有了 然后红的力开始 安排具体的 这个第一小队 带着矿工和打铁 一到二十二号 就到中部的那个山下面 那个负荷点 去盖堡垒 这就是咱们的第一道防线 啊 领小一是当地领命而去 红的力是继续 第二队 李扬 你带着你们的队员呢 在这堡垒的左边 再盖一个堡垒 嗯 弄结实点 到时候远程攻击能力的 全部都要上去 好嘞 没问题 李扬也是领命而去 这事 其他队员 全部都是伸长了脖子 等着红的力的分工 红的力是一挥手 这其他的第三到第八队 到中部兵员的这座山上 集合 抢着服务点 都去吧 第三到第八队领兵出发 这时候剩下最后两个小队 红的力是随便安排了一下 你们负责保护建造堡垒的第一队和第二队成员 出发 另一边 人类阵营这边 银霜是看着已经逐渐摊开的地图 周美摸着下巴 仔细的思考着策略 之前在红的力手里也输得太惨了 这次比的不是个人能力 他已经实验过 这的任何人实力都已经是大幅度缩减 能力的效果也是大幅度缩减 为了验证这一点 他甚至还特意跟队伍成员 过过手 得出的结论是 现在的他一次最多只能达到五个人 再多就不行了 既然知道了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确实就是需要仔细的思考战术 队伍里面 有谁对于行军打仗有心得的 站出来 了解完了大体的情况 银霜是看着下面说道 为了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 参考一下 如今单体战斗力 既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大家也就开始提各种意见 一时间乱糟糟的说什么的都有 银霜老大 咱们的实力不比对方弱 我觉得啊 要是死拼一下 只要咱们的救援点消耗的 比对方少 就没问题了 我倒是觉得 应该是抢占有力的地理位置 一步一步推进 防守吧 哎呀防守吧 十万赠养点 咱们只要防守的好 很快就能把他们消耗光 听着下面的议论 银霜也是 暗自皱眉 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啊 他已经失败了一次了 实在是不能再失败 那样的话 对他的信心造成极大的打击啊 行了行了行了 大家都闭嘴吧 银霜实在是有点郁闷 这么讨论下去 没有任何作用 谁对自己的战术有信心的 可以站出来单独说 中国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横坏 一名成员站了出来说道 不如 我说说我的战术试试 大家都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行 这是一个大约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一头金色的短发 样子很是清爽 好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 哪个星界的 银霜是点了点头 我叫威尔斯 狄拉星界的学员 年轻人是自保家门 只好上前一步 指地图说道 从目前的这地图来看 狄我双方的敌情分布 应该差不多 目前唯一一个值得争夺 也是比较容易争夺的区域 就是中原的兵源在这里 也就是这座小山的复活点 它是指那小山说道 这小山尽可攻入敌军腹地 退克防守我方 最前方的复活点 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说这一仗 应该是最关键的一仗 银霜是看着地图摸了摸下巴 点头说道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一旦拿下来 对于我军的战斗 会有极大的作用 就这么定了 这样 大家跟我来 咱们先把这个复活点抢下来 之后再研究下一步的计划 有银霜带队 人类阵营的五千多人 当即全体出发 向着中央的位置 说全速前进 有兵力不停的赶路 这双方的兵力 经过大约五个多小时的 即兴军吧 很快 全部到了最前线的复活点 到了这 那就需要做最初步的调整 然后开始准备 发动攻击 就这看台上 人们是看着战场之中 双方的兵力调动 全部都是紧张了下来 这可是真正的 大规模兵团作战 跟外面战争 唯一的区别就是参战人数 缩减了一点 其他的几乎是没什么差别 如今这边一开动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动了动了 看来他们是打算先把这兵力 全部派到前面去啊 是啊 只是防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战场之中 只有进攻才是王道 嗯 等双方照面 就有好戏看了 红星云是看着 洪德利这方的兵力所在 调动 摸着胡子低声说道 看大力的意思 只是打算去抢占 中部的那个 无主的复活点 不过他这派出去的兵力不够 怕是要吃亏啊 嗯 按人数来看 好像只有一半的人过去吧 另外的 都是在前线上面停下来了 花月灵是满心的疑惑 奇怪的说道 他这是打算干什么呢 此时双方都已经是兵到前线 红德利这边大约是3000人 向着那小山出发 而矿工和22名铁匠 却是向着附近的矿洞里面 跑了过去 跟着他们一起跑的 还有两个小队的成员 红德利的这个诡异的安排 叫全场所有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少人都很好奇 红德利这是干什么呀 啊 分了两个小队 去那矿洞里头 他该不会是打算在这时候 弄矿石什么的练武器吧 不好说啊 红德利一向喜欢出人意料 看看吧 这场战斗一定会很精彩的 很快 红德利派出的这3000人队伍 在中部小山的复活点附近 啊 与银双带领的5000人大部队 遇到了 这一次 银双的兵力几乎是清朝出动 他们很明显 对于这个复活点 志在必得 就双方 打从一碰面 战斗便已经打响了 像这种规模的军团作战 个人的势力 确实 远远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 往往都是一个人拼掉一个人 然后自己 又被另外一个人杀死 这么一碰撞 双方的死伤数量便开始迅速的拉升 我说 红德里这边死了快300人了 银双这边才死了240多个 这一战银双的优势很大呀 可不是 这么消耗下去 这3000人估计最多 只能是拼掉对方2000人 就得全军覆没了吧 这要是运气差一点 怕是只能拼掉1500 人们是看着战场那双方 增援数的计算器 一颗心全部提了下来 双方的这个兵力 完全一样 全部都是几十万 短期之内虽然看不出什么 但是架不出这样的 大规模碰撞次数多呀 对吧 一次比对方损失几千 那这么十几次下来 可就是几万了 尤其是这个地区 很多地点都是必争之地 这么消耗下去 一旦增援数没有了 也就是输了比赛了 这一次看样子不妙啊 红星雨是眉头深皱 看着战场 银双这边的人数优势 实在是太大了 5000对3000 尤其是还是银双亲自带队 这样的兵力优势 加上士气优势 对大理这边压力 实在是太大 也难怪他这么担心 人类一方有银双这位拥有 领袖气质的人物带领 这对于士气的提升 相当大 再加上人数的优势 红德力这边的3000人 迅速的就被消耗掉了1000多个 剩下的两个 怕是也坚持不了多久 大理 快想想办法 在后方 唐木新是看着双方 兵力的变化 着急的说道 前面的已经吃不了多久了 这其他留守在红德力身边人 也都是极为着急 恨不得 马上可以投入战斗中去 知道了知道了 看你着急的 红的历史抽了抽鼻子 无所谓的继续指挥 不是可以复活吗 复活了的马上再去支援 活了 马上就去 不要犹豫 他现在可是军团领袖 他说叫大家增援 自然是不会有错 于是之前死了复活的 快马加鞭的 继续的 向着山头的复活点增援 这一路啊 不要命一般的狂奔 很快 复活的人又投入到战斗中去 而之前那三千人 此时已经只剩下了不到五百个 此时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这五百人 一直在不断的骚扰敌方 让他们无法正式的占领复活点 也就是兵力传送阵 那东西 可是需要区域之内 没有任何敌军 才能开通的 兄弟们 冲啊 不要叫他们站立复活点 这增援过来的人 好脚着杀了过去 双方就再次展开了 新一轮的火拼 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啊 看台上 所有人全部都着急了 红的离之时去叫人送死 这么增援下去 要不了多久 就把增援点数消耗光的 可不是吗 就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消耗了将近 一万的增援点数 银双那边才刚刚消耗了四千多点 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呀 阵营战 想获胜有两种方法 一个呢是击杀对方的领袖 也就是那个总基地堡垒里头的那个首领 另一个方法 就是消耗光对方的增援点数 这也就跟外面战争中的情况差不多 干掉领袖 剩下的小边自然不战而退 而增援点数消耗光 就相当于对方已经是没有了兵力 自然也就是获胜了 所以说目前来说呢 想要击杀领袖千难万难 不过 消耗光增援点数还是很容易的 大力 唐木新是看着增援点数不让那减少 每一分钟会减少几十个 有点急了 问道 就这么叫大家上去送死啊 增援点数 没有了咱们会输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过话呢 不能这么说 他们是在争取时间嘛 咱们这边不是在制造堡垒吗 这个意图很重要的 洪大力是指了指身后 正在热火朝天的制造堡垒的一群人 等他们堡垒制造好 咱们就可以撤回来防守了 洪大力要制造的堡垒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跟抗战时期的战壕差不多 只不过更结实一点 更坚固一些 上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适合远程火力 待着的堕口 总体要求就两点 一是结实 二是足够结实 此时这堡垒修建的已经过半 毕竟不讲究样式的话 也就是一大堆石头 通过锻造 烧出来的钢铁结合在一起 不断的往上面挪就行了 好吧 唐木欣也是没什么好办法 反正他和洪大力混习惯了 说起来 是输是赢 他也不算是很 是在乎的 那就先拖一下时间再说 等堡垒修好 他们想过来打咱们 是不是就相当于工程战了 没错 洪大力是点了点头笑道 你想啊 平原的接触战 他们可以赢 但是工程战 那就没那么容易赢了 不过 他们打不过来 咱们也跑打过去啊 唐木欣是指 那个小山 说道 他们占领了那的服务点之后 举高临下 咱们先把那抢回来 也很难办 那肯定啊 洪大力是忽然问道 可是咱们为什么一定要抢那呢 在这防守 来多少杀多少 不更好吗 这 唐木欣忽然觉得 洪大力的话说的好有道理啊 是 在这背靠堡垒 附近就是复活点 在这防守明显是更好 为什么要去抢那个复活点呢 这时候 洪大力这边的增援点数 已经消耗到了一万两千多点 把堡垒在快速的建筑之中 此时 已经是有不少的团队长远 有些急了 空是着急的说道 大力 叫我们也上吧 前面怕手顶不住了 那小山复活点 一旦叫他们拿起来 咱们再想冲就没机会了 嗨 不要紧 要淡定 洪大力是笑嘻嘻的 我跟你们说 要有王者之风 要有这个宇宙毁灭 我自然一笑 一点都不害怕的心境才行 这么一会就受不了 怎么能想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淡定 好吧 看着增援数不断减少 空也只能是努力的保持淡定 就当没看见 就是看台上 人们的手气已经捏出了一把冷汗来 洪大力这边这么不停的冲锋 那几乎是送死一般的行为 增援数已经掉到了八万七千来点 而银霜这边才掉六千点不到 一比二的伤亡比例 再这么下去 输定了呀 洪大力这是搞什么 那这么下去 还不如干脆认输啊 可不是啊 咱们圣龙行姐好不容易 在之前的天台战扬眉吐气了一把 这一次要是就这么输了 那之前积累的那些荣誉 都得倒回去大半啊 快点想办法 这么下去怎么行呢 因为那眼睛好迟一点的 指着洪大力后方 大事说道 那个洪大力他们堡垒快建的好了 那个一建的好 应该就可以退回去防守了吧 应该是了 打防守战 应该是比这种攻坚战要划算不少 估计洪大力就是这么想的 既然已经了解了一些洪大力的想法 人们这就开始继续的仔细观战 像这种战争一样的场景 那看起来还是相当震撼的 所以说 尽管此事已经接近了大半天 所有人谁都没有感觉无聊 终于就在人们不断的盯着双方的增援点数 直到洪大力这边增援点数 只剩下八万的时候 洪大力这边的堡垒终于建造好了 而此时 银双那边的增援点数 还剩下九万两千多点 这绝对是悬殊的差距 这在以前的阵营中 就算是最大的差距 最后分出胜负的时候 大约也就是相差一千以内 结果这一次一开局 双方就差出一万两千点 一万两千点什么概念 那银双全团站在这儿让你杀 你都得杀两次半 好了 大家先撤回来吧 脸红的里眼看着堡垒修建好了 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退守这里 等他们来供 到时候咱们等着收人头就完了 终于可以撤退 之前冲锋小山复活的三千人 全部都退了回来 进入到了堡垒附近 等银双那边过来 同时也好好休息一下 毕竟这是真正的硬仗 就算是在虚拟世界 精神也还是很紧张 确实需要放松 而很明显 银双那边打的也是这个主意 他们成功占领了小山复活点之后 并没有急于下山攻打 而在小山的范围之内休整 银双老大 参谋威尔斯坐在银双身边 看着地图说道 咱们已经把这个重要据点拿下来了 接下来的行动 我的意见是先探清形势 刚才我看了一下 银双那边参战的大约只有三千多人 剩下的两千来人 动向不明 所以咱们不能着急 得稳扎稳打 嗯 你说的没错 银双是仔细的看着地图 计算上面所有的地形 不在一会之后 他是微微眯起了眼睛 他们这个复活点没有权力来攻 可能是在退守我们向下的 要到路口这里 按照洪德里一贯的行为方式 应该是在路口那设置了关卡 还记得 他之前在天台站里面弄摩托板 这家伙善于使用一切叫人意料不到的东西 应该是 威尔斯是皱了皱眉头 之后说道 那咱们接下来 我认为第一步是先稳固后方 我建议啊 是派出五百人小队 在后方巡逻 小心洪德里攻击我们后方复活点 另外的四千五百人分出五百人 前去探路 查探敌行 等一切查探清楚 咱们的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银双是当机点头 嗯 你的这个意见不错 就这么办 于是双方是各自留人 这个守夜放哨 其他人休息 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晚上 空和游牧明 一直是想要找洪德里询问 接下来的打法 结果洪德里这家伙 睡得跟死猪似的 还搂着唐木欣 脑袋枕着李年薇大腿 你说这场面能去打架吗 必须不能对吧 所以俩人就很郁闷 你说大力哥这打法能行吗 游牧明是小事的说道 银双可不会那么蠢 这堡垒修好了 他总不能用兵团强供吧 那之前的优势不全吐出来了 我感觉也是啊 空是对洪德里的战术 也很是奇怪 这堡垒修得是没错 属于稳固后方 可这进攻性不够啊 咱们就只能是在这躲着 想冲击对方 没什么希望的 五千对五千 双方正面硬拼的话 实力 基本上不会相差太多 就算古飞飞无敌 可是在这战场里头 实力也是被压制到极限 最多十个人就能干掉它 所以如果是大兵团 正面硬寒 这几乎都是两败俱伤的下场 极少会有意外的 算了算了 我想大力哥 应该会有别的想法 神人的逻辑 咱们不懂 静观其变吧 咱们就是听他的指挥就行了 游牧名是摇摇头 也只能这样了 空是点了点头 这一晚上的时间很快过去 转眼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大力 快起来 唐沐昕是早早就醒了 从洪的里怀里头钻出来 看了看周围 赶紧是推了推洪的里 快起来了 天亮了 小心点偷袭 怕什么 洪的里倒是一点都没担心 银霜就算来 也是小规模的部队 来探探情况 他还真能派大部队来直接攻击 放心吧 不可能的 说着这家伙翻了一声 继续睡 你们呀 唐沐昕恨不得一脚把他踢醒 不过仔细想想 这话说的挺有道理 果然 跟洪的里说的一点都不差 银霜那边只是派出了一个 五百人的小队 从这小山复活点上 好荡荡的杀下来了 就这一小队人马 很快来到了洪的里这边 修建的堡垒前头 双方距离 一百来米 那只小队看了看这边 足足是有十几米高的堡垒 连打都没敢过来打 掉头就往回跑去 你说什么 银霜这万镇的五百人小队的队长 洪的里在那边路口修建了堡垒 把路堵得严严实实根本就过不去 是 整个路口全部都被堵上了 咱们没有工程器械 强攻的话 我感觉 胜利的希望不大 那小队队长点了点头 银霜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你嘛 我就知道 这个洪的里有古怪 果然呢 这伙居然在这造堡垒 而且还造的这么快 臭不要脸 银霜很郁闷 他确实被洪的里的这一手 给弄了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的形式非常简单 向下面来落 被洪的里这个堡垒 给彻底封死 只要你想继续的深入 必须得经过这 可是那堡垒的墙壁 足足是有十几米高 全部都是用巨石堆起来的 你想强攻 谈何容易啊 可是不攻击 难道就在这跟洪的里消耗 老实说 跟洪的里打消耗战 银霜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 倒不是说怕洪的里里边 战斗力爆表 关键是洪的里这家伙的脑袋里头 不知道怎么长的 各种的奇思妙想 现在只是一个堡垒 等时间长了呢 这家伙 保不住连机器人都能弄出来 这个洪的里确实难对付 银霜恨得也咬牙切齿 不行 咱们不能等 跟这个洪的里等不起 他的规点子太多 咱们只能是以速度来取胜 时间拖得越长 咱们的优势就越小 一旦这家伙弄出点什么别的东西来 到时候后悔都完了 参谋维尔斯也表示同意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不过我的建议是兵分三路 一路五百人负责镇守后方 防止洪的里偷袭 一路五百人在这边防守复活点 剩下四千人 再去突击他们的营地试试 好 就这么办 银霜是当机点头 这维尔斯说的话很有道理 行军作战不是个人的战斗 各方各面都得照顾得到 万一他们这边防守 那边偷袭 那是很被动的 于是很快 大部队开始集结 整装待发 足足四千人的阵中 从这小山复活点出发 向着洪的里的堡垒 方向狂冲 大力哥 敌人杀过来了 距离我们这边大约还有一千米 堡垒的塔烧上头 一名负责放哨的视频 看着下面的兵员 打出警报 一共大约是三四千人的规模 大力 快起来了 敌人大部队来了 这次可真的是大部队来了 唐沐昕是狠狠拧了你洪的利的耳朵 塞不起来 我都叫你自己睡 年尾解都不给你 我靠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洪的利扑朗一下爬起来 好好好 不就是大部队来了吗 那个 小意思 他是揉了揉眼睛 之后指挥 大家准备啊 敌人攻城了 来多少就干死他们多少 好 这可终于是有反攻的机会了 一时间人人都是鼓足了劲 之前抢夺小山复活点的怨戟 此时全部爆发 就等着对方来送人头了 就这一千米的距离 转眼之间就过去 一身白衣的这个 银霜 身先士组 打头冲锋 后面的团队成员 乌鸦鸦的直扑上来 大家准备 开会儿 伴随着游牧鸣的指挥 就这堡垒上面的远程火力 这就开始覆盖性的打击了 这部分人 全部都是拥有远程攻击能力的能力者 至于说这个进战 则全部走在大门处 防止对方冲破防线 就要这一瞬间 各种各样的异能 不要钱一般的就往下倒扔 唐木新 李念维 薛尔等人 也是全部都登上堡垒 助攻 不得不说 这个战场之内 为了将个人的影响力压缩到最小 这些异能的效果 确实弱了极大的一部分 就算唐木新这个冰魂师觉醒者 能使出来的 也不过就是大范围的冰雹 暴风雪 冰刀之类的法术 虽然说可以攻击到极大的一部分人 但是效果就弱了很多 双方这么一接触 战斗瞬间变残酷起来 银霜是带着近战队员 不断的冲击城门 这远程的能力者 在堡垒下面冲上面开火 可惜堡垒确实是太结实了 这要是放在其他地方 这堡垒分分钟就得被轰开 可是在这儿 几乎就是坚不可摧 所以说云霜等人这一波冲锋 几乎是没造成任何的效果 导致死伤惨重 这个红的力啊 可恶 银霜是眼看着势不可为 当即立断 准备直接发出撤退的命令 得得撤退 回小山服务点证断 咱们得想其他的办法 敌人来得快 序列也快 不过就是这么几分钟 十几分钟的时间吧 银霜一方人呢 就留下了一千多具尸体 最终只能无奈撤退 就在看台上 人们全部都是昏污起来 嘿嘿嘿 红的力 好样的 就这么干 红的力 果然是没看错你啊 这招太厉害了 完美 简直完美 就这么干 慢慢的给他们折磨死 毕竟是圣龙兴出身 红的力这一战 得了一个小声 圣龙兴的那些黄度 全部高兴的跟什么似的 一个个全部站起来 不停的为红的力鼓掌 助威 佛格斯是笑呵呵的摸着胡子 这个红的力 还真是能给人惊喜啊 红星与老夫妻俩这边 也都是点笑开的花了 这么下去 要不了多久 银霜就得被弄崩溃吧 这个堡垒盖的 好 人们是纷纷欢呼 银霜这边是回了小山富卧点 却是满脸的郁闷 这个红的力 简直太可恨了 银霜是浑身无力的 坐在地上 那些堡垒果然够结实的 怎么这么冲 居然纹丝不动 倒是死了不少人 他人看着自己这一方的 增援点数 只剩下了九万零五百多 这么一次冲锋 就死了将近一千五百人 而对方只损失了两百人不到 就这悬殊的伤亡比例 这样的差距 确实叫他难以接受 可是不接受也确实不行 这阵营讲究的是 各自的战术战略 在这 你可以使用任何的谋略计算 可以玩任何的手段 甚至你都可以拉拢 敌方阵营的人 一切的一切 都只为一个目的服 那就是获得最后的胜利 唯一的一个点 就是绝对不要去考虑的 甚至想都不要想 那就是个人的势力 在这样的军团战面前 个人的势力 是最不重要的事 不好办 银双只看着地图 脸上非常郁闷 咱们到底要如何才能 突破红德里的堡垒 这个堡垒太坚固 如果咱们不想出办法 后面怕这只能这么耗着了 老大 威尔斯是摸了摸下巴 忽然双眼一亮 我倒是觉得 有一个办法或许可行 什么办法 快说说看 银双是赶紧问道 红德里他们竟然可以建造堡垒 咱们也可以 有学有样啊 您想 他们建造堡垒 就说明这些地形 一切的材料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就简单了 他们想建造堡垒 咱们就挖地道过去 只要进入堡垒内部区域 到时候咱们是工 是手 就全部都方便了 是不是 威尔斯是说道 对呀 你这个点子好啊 银双顿时大喜 这狠狠的一拍 威尔斯的肩膀 要是这个方法好用 等这边比赛赢了 以后你需要什么 我帮你弄来 只要是能赢了比赛 那就是好的 对于赢了比赛 出了力气的人 奖励 那自然是需要的 于是 这就开始分工 那个大家 谁要挖地道的能力 最好是 昆虫系的能力者 速度站出来 咱们挖到敌人内部 去攻击一下 昆虫能力者 这在场中 不少人还是有的 毕竟这个能力 比较大众 而且一旦觉醒 身体素质 可以说 成几何数提升 昆虫们的属性 如果放到人的身上 那不是说笑的 很快 便集结了 大于600多名 昆虫种的能力者 银双只看着这些人 数量 还是很叫人满意 很好 大家都听一下 他接着开始 进行挖地道 之前的动员 这是战场 咱们的任何行动 目的都是一个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了战斗的胜利 如今 红的力在路口那 建造了堡垒 大家也都看到了 强攻我们是攻不进去了 所以现在 我们只能是 采取另外的办法 那就是从地下 挖地道过去 如今大家都已经在这了 我的要求很简单 一天时间之内 打通到敌人 覆地的通道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出其不意的 从背后杀入他们的阵营之中 抢夺下堡垒局点 到了那时候 红的力那边就可以随便我们怎么捏 都可以 所以说本次作战计划 代号 地道战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这还能有啥疑问 这么好的作战方式 就算红的力是神仙 怕是也想不出来吧 老大 那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还有啊 从哪开始挖呀 下面是有人问 从哪开始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银双是想了想 又看了看地图 之后 指着小山脚下的一个隐蔽的小坑洞 就从这 这个坑洞 从这挖进去 一路直接挖到红子里 他们的复活点 嗯 不行 复活点肯定是重兵把守 咱们挖到里面第二个复活点附近 先占领复活点 然后咱们再强杀过去 明白 银双的策略呢 很简单粗暴 中队员 这就开始变身 准备把通道过去 另一边 红子里这方 但这个 游牧民和空池坐在红子里面前 小事问道 今儿上午那一站打得很过瘾 咱们才损失300人 拼掉他们1500 不过他们回去了 这么半天都没什么动静 你感觉 银双接下来会怎么办 他们会不会 造工程器械呀 空池四周看了看 周围远处 可是有不少参天据述的 要是有工程器械 咱们可就麻烦了 那玩意儿 哪那么容易做出来 红的力是一点都没担心 看了看天上 又看了看地面说道 想攻击来 无非就是天上 地下嘛 天上它是飞不起来 那就只能是从地下咯 不是天上 就是地下 红的力这话一说完 游牧民和空 顿时被红的力 崇拜的 不行不行的 无体投地啊 这老家伙都能想到 这简直无敌了呀 仔细想想可不是吗 想强攻 除非是制造出大型的 工程器械才有可能 而除了这一点 其他的想仔细攻击的话 只能是从地下 挖过来 毕竟在这个战场 就算是昆虫种的 浑尸能力 也都是飞不起来的 要是能飞 还用什么战术啊 直接飞起来 就是一顿火拼 不就完了吗 既然是不能飞 就只能是挖地 而很明显 昆虫种的能力 挖地 那可是一把好手 那 大力哥 游牧民这身 大力哥叫的 可谓是心服口服 那以你的意思 他们会从那儿 挖过来 复活点啊 肯定是复活点呗 不占定复活点 他们咱们怎么拼 洪大力士 理所当然的说道 不过啊 依我看 他们肯定不会 在咱们这个 复活点挖过来 毕竟 这可是重兵把守 挖过来 想争夺 也没什么机会 所以肯定是 从下面的 复活点过来 先神不知鬼不觉的 占领点 然后全军过来 跟咱们火拼 到时候 就是真正拼实力的事 而他们的增援点数 比咱们多了那么多 你们懂了吧 明白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洪大力这个分析 几乎是把银霜的战术 完全给分析了出来 银霜现在最大的优势 是什么 增援点数 比洪大力这边高 这也就是他们 最大的优势 而战争很明显 就是要把小优势 变成大优势 大优势 变成绝对优势 现在银霜那边 增援点数是9万多 洪大力这边才8万 这么看是差不了多少 但是火拼之后呢 比如等到洪大力胜 五千 银霜胜一万五呢 到时候 这原本的小优势 不就是变成绝对优势了吗 哎呀 大力哥威武啊 有目明听的 两眼直冒光 洪大力这分析的 简直太到位了 就这么下去 这一次的阵营战 那咱们还不是 手拿把签的第一名 哎 洪大力这边 就是毁得肠子都清了 恨不得给自己俩嘴巴 这尼玛说那么多干淡的呢 这下完了 银霜那么好的计划 又被咱给破了 本来咱是打算输的 打算输的不是要赢的呀 赢了这场后果很严重的 有没有 我还是先睡觉吧 你们研究啊 洪大力是赶紧跑路 这玩脚打后屁股似的 跑了 只留下了游牧明和空 俩人在那跟瞪眼 我说 空是看了看洪大力的背影 捅了捅游牧明 笑道 这回服了吧 大力哥就是这么牛逼 跟他混 好像就不会有郁闷的时候 是啊 游牧明现在是真服了 心服口服的那种 这阵营战 可是没那么容易就赢的 可是听了洪大力大力哥的话 我总有一种 胜利 唾手可得的感觉 厉害呀 哎呀 要是能当上大力哥的狗腿的 可就好了 就是不知道 他收不收啊 空是叹了口气 是啊 哎 算了算了 大力哥 都说了银双接下来的计划 我感觉至少 有九成的可能会实现 如果这两天 银双没组织像样的进攻 那基本上就是没跑了 嗯 行了 咱们也该去布置了 在下面那个复活点的附近 弄点布置 不然他们真挖过来 咱们只靠拼人头 那就没意义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接下来的两天 银双这边倒是确实组织了 几次攻击 不过规模并不大 也就是两千多人的样子 每次进攻死一百多个人 宣布撤退 这看台上的众人 看的都是一头雾水 不明白 银双这搞的是什么机关呢 银双的地道战计划 那个位置刚好是死角 观众们只能看到 银双派人在那做什么 但是却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 这个银双搞什么呀 有不少人都很好奇 每天就这么派出两千多人进攻 那么坚固的堡垒 能供下来吗 至少也得造点工程器械什么的呀 不然这么干 那不是去送死了吗 可不是吗 不过我总觉得 他好像是在搞什么东西 挺神秘的样子 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这么笨吧 一般来说 能像他那样的天才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啥啥啥 看看吧 估计再过一两天 就有好戏上演了 看台上的人们全部都在议论 而红这区域 红星宇这边却是 看着豪正以下的红的力这边 略微有点 隐忧 大力这两天 好像一直没什么动作 这么下去 万一银双那边有什么意外 怕是要损失惨重啊 我看倒是未必 花儿灵倒是没怎么担心 咱家小乖乖 虽然平时大得咧咧的 但是关键时候 可是挺靠得住的 现在的问题是 银双到底在搞什么呢 现在 红的力这边是背靠堡垒 几乎立于不外之地 所以目前 主要需要知道的 就是银双那边 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 说起来 银双那边也没什么特别的动作 红星女士皱了皱眉头 看着银双等人 主要聚集的那小山 忽然看到 那个死角里面 不断是有人往里面进 顿时明被过来了 啪一拍大腿 不好 银双他们是在挖地道 他们打算从地下过去偷袭 这两天白天的攻击 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用的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地下 小山复活点上 这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银双是问着参谋威尔斯 等地道挖完了 咱们就挑一页里头正面攻打堡垒 其他人从后面绕过去 两面夹击定能取胜 是 地道目前已经挖好雷达半 按照里面传回来的消息 大约只有两百米左右的距离了 再有一天左右 就可以挖好 威尔斯根那边通讯了一下 之后很快 地道上面显示出来一条 地下的通道出来 老大 到时候咱们都派谁 从地道过去啊 我带队 银双对于这种形式 向来是身先士卒说道 我到时候带三千人从这进去 你带剩下的一千人 正面有敌 只等咱们占领复活点 就可以正面强攻 好 没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于是第三天 下半夜三点钟 这正是一天之中人们 最容易疲劳最困的时候 红德里这边的阵营 自然也不例外 地下地道之中 快 时间紧接 这个时间一过 到时候很容易会出现大麻烦的 银双是指挥着前面 这挖地道口的上院 说道 不过千万要小心相连啊 等会儿挖开之后 先出去一个观察一下情况 明白 老大 最前面的一个是个昆虫能力者 一身夹壳 手部 是两个好像铲子一样的利爪 挖地道的速度 非常快 边挖边说道